哦,兄弟发财咯 是的,我的定期存款刚到期 哦,这样啊,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? 这份定期存款啊,我要为以后存钱吧 那你可以用你的公积金的钱作为手术吗? 可以是可以,但是数到这个公积金 他们现在普通户口的利率很低了 以前他们的利率比应高,现在银行也在提高利率 但是他们还是那么的低 哎,你希望公积金普通户口的利率上升吗?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? 当然啦,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哦 是的,但你也知道,这也意味着你的房屋贷款利率也可能上升吗? 什么?这两者有什么关系? 房屋贷款利率不能再升了 以后比银行贷款的利率还高 1986年3月以来 建物局优惠贷款的利率一直固定在 比当全公积金普通战户利率高0.1% 20多年来,建物局的房屋贷款每年利率一直维持在2.1% 因为是1999年以来 公积金普通战户每年利率一直保持在2.5% 哦,什么? 是的,建物局房屋贷款每年利率始终属于固定2.5% 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物件 因为你能不能记得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如果公积金普通战户免利率上升或下降 接触其贷款的免利率也会随之改变 好吧 那我也不想到公积金利率上升 以后我的房贷比房贷还高 那就糟糕了 嗯 那你看呢 他们是如何决定方贷款利率的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好更多的信息 如果您有兴趣想知道怎么获得您的财务独立 请订阅一下明显形象 please like and share